妈祖庙福佑宫为了要在端午节的前夕保佑地方的居民平安 每年都会送出香包给淡水区的所有幼儿园小朋友来过端午 但是过去几年原本都是送三千个 回想是相当的热烈 今年就特别制作了五千份的淡水妈祖小香包 一样是要送给淡水区内的公司立幼儿园 让孩子们应景过端午 淡水老街上的妈祖庙福佑宫为了在端午节前夕保佑地方居民平安 每年都会送出香包给淡水区的所有幼儿园小朋友过端午 但是过去几年原本都是送三千个 回想热烈也今年特别准备了制作五千份的淡水妈祖小香包 一样要送给淡水区内所有的公司立幼儿园 针对淡水区内所有的小朋友们 每个人一个妈祖可爱的造型香包 让孩子应景过端午 福佑宫还有我们淡水妈实战基金会 我们联系几年都针对我们端午节这个幼儿园发送的香包 我们到去年的这个记录是我们只有两千多组 到今年一些我们淡水区的公司立幼儿园 大家热烈的响应我们已经突破我们去年的一倍 达到四五千份 福佑宫表示这一次香包造型相当可爱 以祥隆献为主题 以金龙的造型跳出传统三角形的香包造型 共分成两款不同的颜色 非常受到幼儿园小朋友的欢迎 而香包充满了端午节气氛 而幼儿园也带着小朋友来庙里面领取 也都非常开心 感谢福佑宫举行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制证香包跟扇子给小朋友 最后祝大家吉祥快乐 端午节快乐 希望借由我们这个淡水妈 能够来保佑我们这个淡水区的 我们所有的这个幼儿 保佑他们平安吉祥 淡水福佑宫相当热心 每年都会有公益活动 不仅是捐赠物资 还有住宅消防警报器 妙方也表示 透过平安吉祥香包的发送 更希望借由妈祖的庇佑 让拿到香包的幼儿童 都可以平安长大 开心的过端午节 记得许多年一旦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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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